朋友们好 继续学习所得税 我们看第四节 地研所得税资产及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那这是属于核心内容 里面的涉及 地研所得税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地研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特殊交易或事项中涉及地研所得税的确认和计量 适用税率变化对于确认地研所得税资产和地研所得税负债的影响 这样几块内容 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地研所得税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先说地研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遵循原则 除所得税准则中 明确规定可不确认地研所得税负债的情况以外 企业对于所有的硬纳费暂时性差异 均应确认相关的地研所得税负债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硬纳费暂时性差异 都确认地研所得税负债的 有特殊情况 不确认 这是一个问题 那下面说 除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 以及企业合并中取得资产负债相关的以外 在确认地研所得税负债的同时 应增加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益 那这里面说确认地研所得税负债 不一定都影响所得税费益 如果说产生的硬纳费暂时性差异 影响的是所有者权益里面的 某一个项目设计的会计科目 那你就得对应那个科目 比如说 如果产生硬纳费暂时性差异 影响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这种情况我们确认地研所得的负债 就对应其他综合收益 如果产生的硬纳费暂时性差异 你是对应资本攻击 我们对应资本攻击 那你要是属于 本期发现前期重要差错 还有会计政策变工追溯调整 影响期出留存收益了 我们就对应期出留存收益 是这样 另外还有企业合并 企业合并确认地研所得税负债 对应的是商业 除这些除对应所有者权益的 除对应商业 剩下的 那你要确认地研所得的负债 增加了 那我们相应的增加所得的费资 当然你要减少地研所得的负债 我们也减少所得的费资 这是关于它的确认 对应的原则 好看一下教材的例 20-16 A企业于20-7年12月6日 购入某项设备 取得成本是500万 会计上采用年限平均法 计提折旧 使用年限为10年 净残值为0 应该资产常年处于强振动状态 计税时按双倍余额递减法 激烈折旧 使用年限及净残值与会计相同 A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率25% 假定该企业不存在 其他会计与税收处理的差异 那我们看一下在20-8年12月31日 资产的账面价值 500-500除以10 因为我们会计上是按照年限平均法 来提折旧 预计使用年限10年没有残值 那就500除以10 是这一年提的折旧 那等于450 就要账面价值 继税基础呢 是500要减去20-8年按税法规定题的折旧 双倍余额递减法 预计使用年限10年 它的折旧率呢 就是10分之2 20% 所以第一个年份呢 就500乘以20%的折旧额 算成等于400 我们会看到这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大于继续基础了 所以站在20-8年底来看 那未来 会计上往费用里寄的450税上只让寄400 未来纳税调增50 你调增50 确认地缘所得是负债 未来纳税调增了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450减去400 这是属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50乘以25% 12.5 账面价值是余额 计税基础也是余额 那两者之间的差异 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是个余额的概念 我们用它乘以适用索得税税率 当然计算出还是余额 12.5 那由于以前没有确认过地缘索得税负债 余额数12.5 我们本期确认的当然也是12.5 所以借记所得税费用贷地缘所得税负债 12.5 这样 我们再看一年 到了20毛9年底 资产账面价值 那就500减去500除以10乘以2 因为过去两年了 等于400 而计费基础 那就应该是500 减去20毛8年提的折就500乘以20% 20毛9年提折就400乘以20% 因为过去一年提了折就100 所以它20毛9年年初净值变成400了 500减100不等于400 它的计费基础算2 这样我们知道 账面价值大于计费基础是硬纳税暂时净差异 硬纳税暂时净差异的余额是400减去320 这个数 我们用它乘以25% 算到20万 是20毛9年底地缘所得税负债的余额 这个不是发生额 那余额20万 我们这项固定资产在20毛8年底 地缘所得税负债余额是12.5 那你本期自然又增加了呗 借房所得税费用带地缘所得税负债7.5 所以就是关于地缘所得税负债或者资产 有时你要确定它的发生额的话 往往就是用余额的变动 七出七末的差来进行确定 就可以了 如果说20毛9年底 要是地缘所得税负债的余额是2万的话 那你原来是12.5 我们就得冲了 就会有借记地缘所得税负债带来所得税费用了 10.5 所以你把余额定好了 发生额就是七出七末的差呗 那接下来看一下教材的例20-17 甲公司于20毛1年12月 购入一台集齐设备 成本是52万5千 预计使用年限为6年 预计净残值为0 会计上直线法来计替折旧 应该设备符合税法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 计税时可采用年数总合法具体折旧 假定税法规定的使用年限及净残值均与会计相同 本例中假定该公司各会计期间均未对固定资产计题检值准备 除该向固定资产产生的会计税收之间的差异外 不存在其他会计税收的差异 该公司每年因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 而确认递言所得税的情况 下面表20-1 实际成本是52万5千 6年都是这样 就是它的原价 那累计提的折旧 会计的折旧 因为这里面说 预计使用年限是6年 没有残值 按照值下来提的 52万5千要是除以6 那87500是这么多 这是会计者就 那由此第一年的20-2年的会计者就是这么多 那等到20-3年累计计题的 那就是87500乘以2了 20-4年乘以3 20-5年利用那数乘以4 这些的计算我想都不应该有什么任何问题 那对于账面价值20-2年的年底 实际成本52万5千减去87500 等于437500 而对于税收计题的折旧 这里面说用的是一个年数总和法 那年数总和法来提折旧 预计使用年限是6年 那分母呢就是1加2加3加4加5加6 21呗 第一年呢当然就应该是21分之6呗 52万5千乘以21分之6 那就说税收的折旧 那等到第二年的时候 6再加上一个51 相当于21分之11 那就会累积集体折旧 这是它的一些计算的过程 累积一共是多少 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 那计税基础 比如说20-2年底 用52万5千 减去累积计税的折旧15万 等于375000 那会形成一个暂时性差异 这个暂时性差异呢 就是账面价值跟计税基础不同 我们会看到账面价值 20-2年底 账面价值43-7500 计税基础37500 和硬纳税三十性差异62500 税率25% 那确认地盐所得附来的余额 15-625 是这样来定 那接下来 在20-3年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会看到嘛 账面价值是35万 而得到计税基础呢 现在是25万了 所以硬纳税暂时性差异余额10万 乘以25% 这都是余额的概念 那如果我们算发生额 比如说 在20-2年 那你就确认这么多呗 因为之前没有15-625 等到20-3年的时候呢 25-15-625 这样来进行确定 余额 剩下每年每年的计算都不说了 那你看20-4年 那就应该是28-125减去25000 等到20-5年往回转了 反方向了 因为地盐所得对负债余额变小了 那你又是往回充 28-125减去25000 那最后呢 这一会儿上充 25000减去15-625 是要充的 最后一年充的是15-625 我们看一下 就是20-2年 资产负债表日 账面价值呢 是实际成本减去会计折旧 我们有过这个计算 437500 计税基础呢 是实际成本减去 税前扣除的折旧额 按照税法来 那等于37500 那我们这一年 表格里也看到了 要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的余额数 15-625 由于是第一年 以前没有发生过 所以本期 发生额也是跟余额就一样了 借所得税费用15-625 代地盐所得税负债15-625 是这样定的 20-3年第二年 那账面价值呢 就说 52500 减去两年的折旧 或者是87500 乘以2没关系 等于35万 那计税基础呢 就是52万5000 减去27万5 我们可以看到 那等于25万 那现在我们会看到 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了 一共呢 是产生了10万的 硬大确暂时性差异 地盐所得税负债的余额是25000 而在此之前的余额是15-625 25减去15-625呗 还是在增加 增加代地盐所得税负债9375 借房所得税费用9375 20-4年 同样算出的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都有了 我们也看到 那最后是 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的余额是28-125 那这个数有了 28-125减去 上一个资产负债表 余额是25000 那继续增加 增加3125 带地盐所得税负债 借房自然是 所得税费用 205年 我们会看到呢 现在是地盐所得税负债的余额数是 25000 但是我们期出的是28-125 所以现在是减少了 减少是冲 冲3125 借地盐所得税负债 带所得税费用3125 那206年 现在是地盐所得税负债余额是15625 而在这之前呢 是25000 又是冲 又是减少了 减少9375 借地盐所得税负债 带所得税费用9375 那最后一年呢 把15625给冲了 都转了 借地盐所得税负债 带所得税费用15625 而这个例子并不复杂 也就是说 主要要知道 我们正常情况下 在决定地盐所得税负债发生额 地盐所得税负债资产也是如此 用期出期末的差额来定 就行了 当然 在考试的时候 也有可能 你按照期出期末的差定不了 没有 不告诉你 他说 本期购入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供允价值上升100万 你看没给账面价值计税基础 你送不了 就供应价值上升100万 那好了 税率要是25% 我们干脆100万乘以25% 25万 直接呢 就是借所得税费用 带地盐所得税负债 25万 那也只能是这样 就是说两种方式都要熟悉 一个是余额的变动 等于发生额 还有另外一个 不告诉你账面价值计税基础 只告诉变动数 我们照样也可以能够确定 地盐所得税负债 或地盐所得税负债 接下来我们下面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呢 就说 投资性房地产 主要说明 确定的地盐所得税负债 对应什么 怎么进行计算 假企业 与宜企业签订了一项租赁协议 将其原先自用的移动写字楼 出租给宜企业使用 租赁期开始日 为18年3月31日 18年3月31号 该写字楼的账面余额 是5个亿 以计题累计 折就是1个亿 没有提简直准备 那账面价值 那现在是4个亿了 现在供允价值是4亿6 那我们知道 如果说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化为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的供允价值计量 供允价值要是比 账面价值高 高处部分要寄到其他综合收益的 所以这里转换时计 其他综合收益的应该有6000 假企业对该项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供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假定转换前 该写字楼的寄费基础 与账面价值相等 税法规定 该写字楼预计尚可使用年限20年 年限平均法提折旧 预计定残值为零 18年12月31号 该项写字楼供允价值是4亿8 那假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率是25% 要求编制假企业18年12月31日 与所得税有关的会计分录 我们看一下18年底 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 当然是反映它的供允价值数是4亿8 供允价值给了4亿8 计税基础 计税基础是 在转换的时候 当时计税基础跟账面价值是一样 转换时原价5个亿 点去累计折旧是1个亿 那说的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说在18年的3月31号这个时刻 因为当时认为两个都是一样 那我们接下来用4个亿 除以20年 然后到18年底 过去的9个月再乘以12分之9 那计税基础是38500 资产账面价值大于计费基础 形成的是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也就是说产生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418再减去38500等于9500 那我们确认地研索的负债了 地研索的负债就是9500 x 125 2375 这数就有了 余额是这么多 那本年刚发生 发生额肯定也是这么多 2375 但是 带地研索的负债这个数字2375 借方对应什么 那就看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影响什么了 我们的题目产生暂时性差异 有一块是影响了 其他综合收益 那你这种情况 地研索的负债对应的也是其他综合收益 还有一块是影响损益的 地研索的负债对应的才属于索的负费 只有影响损益的地研索的负债 才能对应索的负费 那这个概念我们要清楚 说其中 转换日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当时是416 而账面价值嘛 五个亿减一个亿等于四个亿 那这个是寄到其他综合收益去了 也是账面价值大于计费基础了 这种情况地研索的负债 你对应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就应该是6000乘以20% 有了1500对应它 剩下的那一部分 那才对应索的负费费用 因为是影响损益 比如说供允价值变动损益 还有 会计上采用供允价值进行计量 不提折旧 不贪销 税法上还是让提折旧 提贪销 那这一部分都是影响损益 地研索的负债会对应索的费费用 那接下来我们看吧 说转换日后产生的影响损益的应索费费性差异 转换日供允是416 我们期末20 就是18年底的供允价值418 是不是反映到供允价值变动收益了 当然这一块是资产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的事情 那对应的是供允价值变动损益 那影响损益了 还有什么呢 转换日后会计上供允价值计量没提折旧 税上说你还可以再提折旧 提完折旧了 那计税基础就变小了 因为它又让提折旧啊 追上了 那又是出现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因为会计上没做呀 是多少 五个亿减一个亿之后 除以20年乘以12分之9 所以这是3500 两项 如果要是 当年由税前会计利润算应纳税所得额实 我们这个供允价值变动收益的数 要纳税调什么 调解 不认 同样呢 税法上让提折旧您得给补上 也是纳税调解 那这个都应该要清楚 不要出现问题 那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影响损益的这一块是3500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地盐所得税负债 对应的所得税费用 就应该3500乘以25% 875 当然 地盐所得税负债余额定了 那发生也是它这个数定了 其他综合收益好办也定了 那你剩下的肯定所得税费 875 也可以这样算 2375减去1500 875 你要直接算也能够算出 那考试你自己看着办 但是我说一定要清楚 如果要算 应纳税所得额的话 这两项都要进行纳税调解 供允价值变动收益要纳税调解 还有呢 补提折旧也要纳税调解 这要清楚 这就是说地盐所得税负债 对应科目 不一定都是所得税费用 你看 可能对应其他综合收益 第二个问题 不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的情况 适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但是出于一些特殊考虑 我们可能不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 有些情况下 虽然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与其计费基础不同 产生了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但出于各方面考虑 所得税准则中规定不确认 相应的地盐所得税负债 一个就是商誉的处置确认 商誉的概念 我们都知道是合并成本 减去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供允价值的份额 也可能就是直接减去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供允价值 那为什么呢 不确认 先说说结论 你要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 负债加大 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供允价值就会减少 它一减少了合并成本一固定 净资产减少又增加商誉了 那你再确认再减少再增加商誉进入的不断循环了 那准则上说这个就不要确认了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看一下 这个例子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例20-18 A企业以增发市场价值为1亿5000万元的自身普通股为对价 购入B企业百分之百的净资产 对B企业进行吸收合并 合并前A企业与B企业不存在任何关联方关系 假定了该项合并符合税法规定的免税合并条件 交易双方选择进行免税处理 购买日B企业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及其计税基础 那下面这个表里给了 我们书上叫做免税合并 实际上来说呢 这是一个特殊的税务处理 也就是说发行权益性证券的方式进行并购 如果是股权比例达到一定的量 那就说可以选择在这时刻不用交税 不用交税不是说以后不交 递延到以后再去交去 对严格来讲呢 叫免税合并的有点太过分 最法上叫特殊的税务处理 但是我们教材上写免税合并 你在理解一些东西的时候 可能会更方便一点 所以后面我还会说这个免税合并吧 那现在我们看 吸收合并这事 不是控股合并 吸收合并是被合并方的资产负债 都要纳入到我们合并方的账内 那这里由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要把被购买方的资产负债 当时我们账内必须反映的是公允价值 按照公允价值反映 这个公允价值 其实站在购买方按照这个入账的 所以实际上来说 公允价值形成的是一个购买方 我们站在购买方的角度上 购买方的账面价值 原来是这个东西 后面把它叫做账面价值 一定要按照账面价值来入账 然后计费基础 由于在购买日 购买的时候被购买方原股东 没有给税务机关交个税 所以这些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维持原来 原来是多少就是多少 不能改变它 那就出现什么问题了 你看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是6750 而计税基础是3875 那就会有一个暂时性差异 这不相当于账面价值吗 我们入账按照这个入的 形成购买方的账面 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形成的是一个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不就这样的吗 再看应收账款 按照供允价值入账 5250 计税基础也是5250 那这个没有差异 存货 账面价值是4350 那计税基础是3000亿 就是公允价值4350 计税基础3000亿 这个3000亿啊 同样是它原来的 因为这里说免税合命 没有交过税 我们会看到又是账面价值4350 大于计税基础3000亿 所以形成1250 这是暂时性差异 其他应付款 账面价值750 计税基础0 那现在是750 它是可底扣暂时性差异 那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都是硬纳税 暂时性差异 因为资产账面价值 大于计税基础了 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而其他应付款呢 负债 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它呢 应该是一个可底扣 可底扣暂时性差异 应付账款 它的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一样没有差异 然后说 不包括地盐所得税的 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 没有地盐的时候是12600 那计税基础不要合集 那些暂时性差也没有必要合集 这是说 免税合并 如果要是应税合并 被购买方的原股东 要给税务机关交税 比如说我们这个题目 如果发行的 如果付的现金是一亿五千万并购的 不是说发股票 那必须是要交税的 那叫应税合并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想啊 一亿五千万 被购买方原股东得到的 和原来的净资产 形成的一些计费基础的差 它已经给税务机关都交完税了 那交完税之后 所有这些资产的 负债的计税基础 都变成公允了 因为都已经交完了 如果那样的话 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 也变成6750 应收账款都一样 存货也变成4350了 那就没有差异 这是说 发行权益性证券并购 被购买方原股东 没给税务机关交个税 所以计税基础维持原来 才会出现的一些差异 这么个事情 再往下 B企业适用的 所得税率25% 预期在未来期间 不会发生变化 税率都是25% 我们看一下 可辨认金资产的 公允价值 在不包括地 严所得税的情况之下 12600 是这个书 他说那 你并进来的资产负债 有的出现账面价值 跟计税基础不一致了 不一致 我们要形成暂时性差异 有两项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还有一项是可底扣 那可底扣暂时性差异 要确认地严所得税负责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要确认地严所得税负债 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 由于有一项其他应付款 负债账面价值 750基础基础 零 负债账面价值 大于基础基础 是可底扣暂时性差异 因此这750万 就说750万乘以 适用的所得税率25% 那就要确认地严所得税负责 187.5倍 应该是他 我们再看呢 由于固定责责和存货 都是账面价值大于基础基础 形成的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那我们这一部分 要确认地严所得税负债 数字呢 一个2875 一个1250 2875 再加上一个1250 然后乘以25%的税率 这是他呢 因为这两个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你确认地严所得税负债 考虑地严所得税后 可辨认资产负债的供应价值 就说原来是12600 没有考虑的时候 加上地严所得税负债 资产加上呗 187.5 减去地严所得税负债 1031.25 所以考虑之后 那就是11756.25 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合并成本 企业合并成本是1亿5 那这数有了 然后呢 你看考虑地严所得税后 可辨认资产负债供应价值11756.25 两者差 那应该是商与 商与不说企业合并成本 和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 供应价值的差 吸收合并啊 供应价值份额呢 就是百分之百 全进来了 形成个商与 我们这个题目要说明的两个问题 一个就说 现在大家看商与有账面价值了 3243.75 但是由于这个环节 没给税务机关交过税 那你突然蹦出一项资产 说以后可以作为费用劣质 不可能 所以他的计税基础一定是零 商与账面价值有了计税基础零 这是应纳费资金差异 说他不要确认地严所得去负债 没有说我们并进来的固定资产的存货 出现了合并报告 这个合并的时候 出现了应纳税丹性差异 不确认地严所得的负债 但是该确认还确认 那你看并进来的资产 还有负债 出现账面价值计税基础不一致 我们是要确认地严的 所以你看这个确认地严所得去资产 地严所得去负债了 那后面还会说 确认这个地严会影响到商与 因为你想商与 如果没有这种地严的话 所得去资产负债 那应该不是这个数了 不是3243.75 115直接跟这个去比了 1600 那应该2400 现在变成了3243.75 怎么变化的 就是我们确认地严所得去资产负债影响 往下再看 不考虑地严所得去的商与 没有地严的时候 那应该是115 减去12600 等于2400 那我们下面就说 对于负债 其他应付款 可得够暂时性差异 这一块 他确认了地严所得去资产 借地严所得去资产 187.5 带商与187.5 固定资产和存货 我们确认地严所得去负债了 总数呢 1031.25 所以带地严所得去负债 1031.25 借方借商与 1031.25 这样呢 考虑地严所得最后的商与 2400 这里不是贷商与吗 减去187.5 这来个借商与 1031.25 加上 等于343.75 所以就说 在企业合并 像我们说上 免税合并的非同意控制 那你要 并进来的资产负债 出现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不一致 形成暂时性差异 那是要确认地严所得去资产负债的 并且影响的是商与 那这个概念我们要掌握 就是企业合并 确认地严所得去资产负债影响商与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要清楚 这是商与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问题 由于呢 这是免税合并 被购买方 远古东没有交过税 前面看到了 商与有这么多账面价值 3243.75 而计税基础呢 是零 没有计税基础 没给税务金管交过税 当然就零 商与账面价值 大于计税基础 那我们不再确认 相关所得是影响 它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没错 资产账面价值 大于计税基础 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但不要再确认 相关所得是影响 也就是说 不要再确认地严所得去负债 为什么不确认 我们这样来考虑 可变人金资产供应价值 不考虑地严的 那你加地严所得去资产 减地严所得去负债 形成考虑地严所得之后 可变人金资产供应价值 那如果说 我们商与账面价值 大于计税基础的话 你这边要确认地严所得 税负债的话会出什么 地严所得税负债加大了 那你考虑地严所得之后 可变人金资产供应价值 负债加大 可变人金资产供应价值会下降 他一下降了 这个书是固定的呀 革命成本一五是固定的 考虑地严之后 可变人金资产供应价值下降 那你想啊 那我们这个书呢 商与 加大了 又有账面价值了 你说基础基础零 又来了 你再确认地严所得的负债 负债加大 考虑地严之后的 可变人金资产供应价值 就下降 你看这个下降了 这个合并成本固定 你接着又来个商与了 又确认商与 那你确认商与 这不等等等吗 最终都是负债加大 可变人金资产供应价值下降 那等等等的都是一样的 你看牢牢确认商与 这怎么下去了 这不行 要进入一种子循环 所以 就是要明确两个问题 这个例子 一个不确认地严所得的负债 指的是什么 是 由于免税合并 商与有账面价值 但继续基础零 这是个硬纳税 暂时性差异 对他不确认地严所得的负债 是对你的商与本身 这块不确认地严 那另一个问题 免税合并非同一控制 我们并进来的资产负债 出现了账面价值跟计税基础不一致 这个不一致呢 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如果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确认地严所得的负债 可底扣暂时性差异 确认地严所得的负债 它是要确认的 并且对应的是商与 注意区分这个问题 不要说不确认 不确认怎么还确认地严所得的负债了 那是针对于我们例子里的固定资产存货 其他应付款 你并且那些资产出现 这要说明一个一件事情 那接下来说需要说明的是 非同一控制下吸收合并形成的商与 如果是应税合并 就是说前面的例子 假定是付现金的话 那一定是应税合并 被购买方远古东肯定给税务机关交税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并进来的 所有资产负债的寄税基础 跟着都变了 因为我们把它的资产负债 当我们账内了 我们是法人 真的变了 交完税了 那交完税寄税基础 就是按照供业价值来反映了 包括商与都一样 这种情况在购买日 没有任何的差异 因为都交完税了 但是我再强调一下 这一定是吸收合并 控股合并 我们在合并报表层面 不可以去改变 并进来子公司资产负债的寄税基础的 人家是法人啊 寄税基础认法人嘛 这是吸收合并 因为法人变成我们了 那你交完税了之后 继续基础当然就改变了 如果是应税合并 开始没差异 但是等到以后 商誉发生减值 提减值准备 税上不认减值 这些资产 他只认说你最终处置的时候 那个损失他认 要不然他不认 那如果说 发生减值了 减值就会寄到资产减值损失吗 提减值会使得 商誉的账面价值小于基费基础 那这个时刻是确认 地盐所得的资产 当然提减值 它是寄到资产减值损失 所以我们确认地盐所得的资产 影响的 当然就是所得的费资产 而这个我们要清楚 说后续提减值的一些问题 如果是属于应税合并 不是那个免税合并 我们并进来 所有资产负债 包括商誉 账面价值跟计费基础正好相等 那以后呢 说商誉提减值 那你确认地盐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 除企业合并以外的 其他交易或事项中 如果 该项交易或事项发生时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宁纳税所得额 则所产生的资产负债的 初始确认计额 与其计税基础不同 形成宁纳税暂时性差异的 交易或事项发生时 不确认相应的地盐所得税负债 有这么一个说明 那如果 产生暂时性差异 影响利润总额的 你要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负债 对应科目是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跟利润总额 实际上是有一个配比的关系 如果说产生暂时性差异 影响其他综合收益 那地盐所得税资产 地盐所得税负债对应科目 是其他综合收益 那如果 产生暂时性差异是由于 非同意控制下吸收合并 免税合并形成的 那你地盐所得税资产负债 对应的科目是商业 那如果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是由于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中要查错更正 影响其中留存收益了 留存收益的构成 盈于攻击 未分别利润吗 那这样地盐所得税资产 负债对应科目 留存收益 那具体的是盈于攻击 利润分配 未分别利润 那这里说 因这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 地盐所得税负债 就不能对应商业 你只有企业合并才可以对应商业 他又说了 这交易或事项如果发生时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大税所得额 又不能对应所得税费用 不能对所得税费用 那既然就不应该影响流存收益 因为所得税费用最终会影响到流存收益里去 那交易发生时产生的暂时性差异的业务 也不会涉及股本失收资本 资本攻击其他综合收益 发生时就有硬大税暂时性差异 我们又对应了这个股本的资本攻击的 其他综合收益都没有 所以就说地盐所得税费债 也不能对应所有者权益 若确认地盐所得税费债 那就出问题了 你要想保持平衡 只能是增加什么资产的价值 或减少其他负债的价值 这样的处理是违背历史成本计量属性 所以不要确认 当然这个在我们考试时出现的概率比较低 也说了 这一类交易或事项在企业里面并不多见 一般情况下 有关资产负债初始确认金额 都会为税罚所认可的 不会产生两者之间的差异 这个问题呢 我想在后面 不确认地盐所得税费资产还会谈 就是不确认地盐所得税费资产 我们主要关注这种情况 就是不是结合并 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拿税费所得税费 到那块会以一个图的形式 再进一步的说明 原理都是一样 我们看下面的第三 与子公司 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 投资等相关的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一般应确认相应的地盐所得税负债 但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例外 一是投资企业能够控制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间 二是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 如果这样的话不需要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 而现在在境内的话呢 就没了 境内虽然有税率不同 但是也不需要补税 这个只有说需要补税的时候可能会出现 那如果说在境外有子公司税率低 我们那边高 从那边 说分得鼓励时要进行补税的 那你这个呢 如果说能够控制 说暂时性差异转回时间 说那你别分 你不分我就不用补啊 在可预见的将来很可能不往回转 那我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也没有意义 大致了解一下就够了 我们想考试呢 基本也是会回避它 因为毕竟 境内的这些公司不牵扯到这个补税的事 早有过 早比如说深圳15% 而当时的你像北京什么的33% 那你确实有补税的问题 补税要是满足这个条件 我就不让它分 我就不用补 那你不用确认地盐所得的负债去 接下来呢 就是关于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一定要注意 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 既费基础啊 那还是认投资 取得是那个成本 不是经过什么 调整后的初始投资成本 与那个没关 最反而不认 那要说是初始投资成本 小于相有份额 我调一下 但那个都不认 认你初始成本 但是呢 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后面 账面价值跟初始成本 就会不一致 不一致 要不要确认地盐 而一般的来讲呢 都会是账面价值要高 要不要确认地盐 这种情况呢 得要看 就是长期股权投资 是不是长期持有 那第一个呢 说在准备长期持有的情况下 这个我们不要去确认地盐 怎么去理解 他为什么不确认地盐 比如说被投资单位 实现利润了 我们调增长期股权投资 借长期股权投资 带投资收益 账面价值提高了 但是以后 要是被投资单位分股利 他的所有者权益减少 我们相应的要减少 长期股权投资 不是借应收股利 带长期股权投资吗 你减少了 分股利 不用再补税 不用再交税 因为被投资单位交完了 要长期持有的情况下 都是这样的 你说你长期股权投资 价值调增 以后通过分股利 方式分回 分回我不用交税 不用交税的话 哪有什么地盐所得的负债 就没有 所以要说理由的话 因初始 投资成本的调整 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预计未来期间不会转 没有所得的影响 不用回转 以后分 分我也不用交税 你确认投资 损益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未来期间 逐期分回现金股利 或利润是免费 分回都要免 也不存在 未来所得的影响 那因确认影响有 被投资单位 其他综合收益 这些变动产生 暂时性差异 也都是不让我回转 你不让我回转 就不要确认什么任何地盐 但是我们看第二个 在持有意图 由长期持有转变为 你近期出售的情况下 那不一样 因为我们税法上说 你要是出售的话 售价跟原来计税基础之间的差 你要交税 分股利 你长期持有 这个不用交税 但这个要交税 那既然交税的话 你账面价值大于基础了 就得确认地盐去 所以它就会涉及到 有确认地盐的问题 地盐对应什么 那当然就是要看 产生暂时性差异 当时影响什么 我们前面也谈过这个问题 比如产生暂时性差异 当时其他总和收益 那你地盐这边对应的 就其他总和收益 那如果说影响损益的 我地盐这边影响的 就是走得追费 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 2017年的一个单选题 乙公司为丙公司 和定公司 共同投资设立 17年1月1号 乙公司增资客股 甲公司出资450万 取得乙公司30%股权 并具有重大影响 这是甲公司 出资450万有重大影响了 重大影响 当然就权益法核算 甲公司投资日 乙公司可辨认 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和账面价值 是1600万 你要权益法核算 初始投资成本 跟乡有的份额 来进行比较 如果说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投资 是乡有被投资单位 可变成竞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 我们就不调了 初始投资成本 小于乡有份额 对长期股权投资 是要进行调整 那我们看乡有份额 16乘以30% 480 初始投资成本 小于乡有份额了 是要调 长期股权投资的 那17年 乡公司实现利润900万 那900万 当然我们是 按照30% 因为这里账面价值 跟供应价值一样 没有调的问题 也没有内部交易的事情 那要确认投资收益的 其他总额收益 增加120万 那相应的120万 乘以30% 也要确认其他总额收益 然后这里说 假公司 你长期持有 对乡公司投资 这是我们主要的点 长期持有 那你权以法合算的 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适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但我们不确认 递严所得税负债 假公司适用的 所得税税率25%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 关于假公司17年 对乙公司投资 相关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 按照实际出资额 确定对乙公司 投资的入账价值 那我们投资入账价值 这个没说初始投资成本 最后呢 应该反映的是480 因为开始投资额450 我们对初始投资成本调 调完之后 变成的是一个480 你还得有借长期股价投资 投资成本 然后你代方代计 盈利外收入30 这个就不行 B 按持股比例计算 应享有乙公司 其他综合收益变动的份额 确认为投资收益 这不行 不是确认投资收益 确认的是属于 其他综合收益 C 投资时将实际出资金额 与享有乙公司 可变成金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 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 那你出现了一个差 这个呢 当然要反映到 营业外收入上去 不可能是其他综合收益 那当然了 要是实际出资额 大于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变成金资产 供应价值份额 我们根本就都不做调整 这也不行 D 对乙公司 投资年末 账面价值与继续基础不同 产生的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不应确认 D言所得的负债 这是对的 那有时说不确认 你理由也要说 就是你权益法核算 最主要的理由 你权益法核算 比如确认的投资收益 那以后增加长期股价投资 以后分股利的收费 减少长期股价投资 那这一部分又不用去 交税 那你确认D言所得的负债干什么 不用 剩余的那那些长期股价投资 那些东西都不会往回转 就不用确认D言 比如说 处置投资成本的调整 比如说权益法核算 对应其他综合收益 对应资本供给什么 这些都不能转 那这个D是正确 第二个问题 D言所得最负债的计量 D言所得最负债 说应以相关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转回期间适用的所得税税率计量 我前面在发生亏损那个题里面 就说D言所得税资产确认计量时 也谈到过 税率要用转回时的 只有用转回时的 才能真正体现未来期间 少交多少所得税 或者在这里面多交多少所得税 再有一个计量 无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 转回期间如何 D言所得最负债的确认 不要求折线 我们都不用再折线了 因为你有时候这个线 发生在哪一期都不知道 多少也不清楚怎么折线 也不折了 这是他的概念 那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 是D言所得最负债 确认和计量 我想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不是说所有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都要确认D言所得对负债是有特例的 然后重点关注 商业的处置确认那件事情 还有长期股价投资权益法核算 这么两点 这是特例 剩余那个呢 那两个基本考试不涉及 比如说涉及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之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的 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联营税率的补税这个事情 那就算了 那当然 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不确认D言所得最负债 商与这件事情 如果是非同意控制免税合并 并进来的资产负债 账面价值计算基础不一致 你要确认D言 这D言影响的是商与 那如果说免税合并 那你形成商与了 有账面价值计税基础零 这个呢 商与本身是硬纳税暂时性差异 但不确认D言所得最负债 这是注意的问题 然后就正常的确认计量 往往的都是说 我们用余格的变动 来决定D言所得最负债的发生额 或者D言所得最资产的发生额 就可以了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